埃政中心做一些研究研究 資管系教授當之間指出能夠受藥加入SIGMA在科學研究學會 是因為他的科研成果 提供科學界新的觀點和材料 我非常謝謝這次SIGMA-C這個學會 提名我做他們2024年的會員 特別對兩位的提名者 Dr.German跟Dr.Thomas的一個提名 那這個其實我會提名的這兩篇的原因 我自己個人認為 當然他們是認為是說我的學術成就 還算是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當之間教授表示能夠成為這個科學研究學會的新會員 代表他的科學研究在國際上獲得了高度關注 他深感榮幸 但我想說最主要可能是兩個原因 就是第一個就是我在2021年 2023年這三年當中分別寫了各一篇的一個論文 2021是在物理的AIP的學堂 然後第二個是在2022跟2023是在材料上面的期堂 我非常謝謝我的學生們跟我這樣的合作 因為這個發表多論文雖然要寫 可是這個實驗的過程是蠻辛苦的 我非常謝謝他們的配合 未來他將繼續深耕科學研究與科學知識 也期待在這個卓越的學術平台上 有機會和其他國際科學家來合作 提出創新的學術成果 共同為科學界發展做出貢獻 也期待會比較薄的民族